TVBS邵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高嘉宇委員 黃偉翰先生 賴斯堡委員 柯貞委員 林甄宇議員 好 那麼柯文哲 現在污保請貴聲音很大 每天我看是記者在讀他 他說民進黨現在是新的黨國體制 我們20年前直播 是這個樣子嗎 這不是民進黨要反抗的嗎 怎麼民進黨現在變成這樣子 而且司法機關跟民嘴在那邊 穿著附會 每天編故事 所以司法跟媒體成為政治工具 國家不應該是這樣子 另外他吳寶請回以後 第一次受訪 他痛批說原來我們講是選舉 叫負面選舉 現在變成負面政治 另外吳斯堯就反批 說你有沒有講什麼 什麼新黨國體制 你是民粹影響司法 你小巢還沒搞幾百人在那邊 那對法官沒有影響嗎 你是用民粹影響司法 我們民進黨有這樣子嗎 另外北檢 北檢因為被人家講說 吃快撞破壞了 他太急了 所以柯文就換柯文成跟民眾黨 現在很得意 說你看檢察官都被我們打敗了 法官才是公正的 但是媒體說有兩點要關切 說北檢不會散罷甘休 因為十天之內都可以提抗高 本來大家說最快昨天或今天 但是我像北檢 真是不敢這樣子大意了 一定要很謹慎 很小心 如果北檢提抗高又輸了 那個臉簡直丟到太平洋去了 另外沒有查到金流 不等於沒有金流 沒有金流也不代表說沒有圖利 所以柯文哲現在說如果脫身 還言之過早了 另外柯文哲說我之前不知道 進化成的容距離840 也會讓他的爭議 然後埋下伏筆 好 陳水扁你不甘寂寞 再說話了 16年以前也被兩次無寶請回 你們知道嗎 那個時候不叫請回 那叫賜回 那時候叫做賜回 後來被我罵 我說沒有罪就是怎麼叫賜回 滾回去 叫賜回 回去 你過去沒有罪 對不對 怎麼 他們就改成請回 拜託 你走了 已經幫你請來了 沒有事情請你回去 他還是賜回 就是北院寫的那個 對 牆上還是賜回 但是吳寶請回是黃國昌講的 在北院的紀錄表上面 他還是賜回 我覺得賜回是沒有道理的 陳水扁說16年前兩次 他都被說沒保 然後回去 結果有罪 陳水扁老叫 他之前在勤練書法 勤練書法 他最近寫的叫我沒罪 我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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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臣兆丘 我還都不太懂這些 他會用這些 陳水扁寫 還有這個扁淡什麼物語 扁淡物語 我無罪 他說他監獄裡面看了書 所以我無罪 那他應該 柯文哲兩個在一起說 我們無罪 不是只有你一個 我們看一下 反正我就照常工作 我也不希望 有一天台灣有罪的定義 重新改變 什麼叫有罪 民進黨說你有罪你就有罪 柯文哲無包請回隔天一早 人說要照常工作 出家門受訪 批評民進黨變新的黨國體制 檢察官抗告也沒再怕 比照鄭文燦的案子 他們是第二天就提抗告 為什麼我的還拖這麼久 我知道他們應該很動用 所有力量都在研讀 那些電腦裡面的資料 什麼叫負面政治 你們大概現在動用 全部國家力量 在很認真地研究柯文哲 我也猜 你們昨天沒有抗告 應該是大家連夜都在 研讀那個電腦裡面的資料 看能不能從裡面 找出什麼樣的東西來 對我來講我坦蕩蕩 但民進黨卻替北檢 在臉書發了一系列圖文 被大批柯粉質疑 干預司法後申文 柯文哲說壓力最大的是 法官朱駕翼 我覺得壓力最大的是那個法官 甚至我在最後結辯 我都跟法官講說 請那個檢察官立場明確 態度清楚 你就不要為難了 黃國昌會是你屬於的黨主席 還是什麼 快步上車一樣沒回答 民眾黨的未來 和自己的官司 下一步怎麼走 看來還要再想一想 發生 主持人 我告訴你 國民黨裡頭 有一個人 同意柯文哲的講法 追殺 跟我的老闆 跟你們當年追殺我的老闆 完全一樣 你知道他是誰 馬辦的蕭主任 我覺得馬辦的蕭主任講這種話 真的很不得體 但是我們回來講柯文哲 柯文哲他當然每天出門 他再也不能以主席的身分講話 因為他請假中 而這個黨被他搞得黨務一團糟 他也自情要被調查 所以他沒什麼好講的 但是他現在總要講話 他現在是角色扮演 但是你看他的眼神 你看他的眼皮浮腫 你看他講話的心情 以前我們常講 柯文哲真的很喜歡真摯 他享受每一分鐘 但是他現在沒有 他現在講話的心情是不一樣的 不過他犯了一個毛病 就是他從他的角度看問題 我們如果跟他對面的角度去看的話 問題其實是一樣的 內容是一樣的 但是講法就不一樣了 比如說 檢方用全國舉國家的資源的力量 來研究我 當然 檢方當然是 代表這種什麼 舉所有的力量在研究你 但是結果是研究得不好 比如他肯定法官 不錯 扛得下壓力 我全控制什麼壓力 小草的壓力嗎 耐清德的壓力嗎 上面的壓力嗎 民進黨壓力 顯然他是講民進黨 榮統的民進黨的壓力 我覺得他好沒有風度 他跟他以前剛出道的時候 所講的完全背道而馳 人家是放你一馬 你就肯定他 而且他說他有抗壓 如果再下第二次第三次把你關起來 壓力就沒有了 這個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壓力的忍受度嗎 所以柯文哲講的一些東西 就七七快快的 比如說他就檢方扯東拉西的 然後編一個故事 這是他的看法 我們的看法也是 檢方也是拿了很多資料 然後有的時候問這個 有的時候問那個 但是這個不是在編故事 這個是要套你的共 看看你嘴巴會不會講一點 哪有開的事情 給我們三條 結果我必須講這個整個過程 檢方是有一點笨拙 有一點哩哩哩 譬如說他關了那麼久 跑去把全區志願去備詢 時間那麼久 但是顯然檢方大部分的時間 是在問目可 為什麼要問目可 因為目可比較好問 那個金華城案 是問不這個所以然 所以他們就避重就輕 看看有什麼突破 但這是錯的 因為他最後的裁決書裡頭 每一個字都在講精華 沒有在講目可 目可沒有用 因為目可不是重罪 不是重罪 你就沒有辦法生壓他 目的是要生壓他 你搞輕症你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檢方的最大的毛病 就是人力不是不夠 資源不是不夠 但是沒有方向 沒有重點 亂七八糟 到後來因為迫於壓力 迫於時間 就要趕時間 結果寫出一個不像樣的文 所以今天 院方不是對你好 今天院方是因為他的對手 這個檢調不行 而且因為對方不行 你就選擇你行嗎 也不是你看這個法官採用的 他採用你的說辭 第一就是你不專業 第二你沒有參加 所會沒有參加 第三點你不知道 這三個不都採用了 這個其實跟檢方的無能沒有關係 但是檢方也應該講得好 如果講得好的話 這三個不就不會出現 所以應該要這樣看 我跟你講現在我以為他本來是那一天 就是說請假三個禮拜 三個月 以後就不管了 我以為他以後沒戲可演 現在不見得 他只是換了舞台 換了台詞 換了角色 換了說法 但是我覺得這個對他沒有用 因為他以前很享受這種政治生涯 現在他不快樂了 不快樂以後就交給林振宇處理 志倫 我覺得這一個月來 我們大概就設著這個 從媒體的一個劇本 大家跟著走 所以當發現說柯文哲到最後 竟然是吳寶請回的時候 這跟大家所預估的這個結果 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引發更多的討論 其實我剛回來的時候 其實智庫本來要開幾個記者會 大家發現說 現在如果不談柯文哲的話 真的沒有人要來 就算了算了 等這一波過去之後 大家再重新面對這個新會期之後 我們可能要討論的優先的法案 我真的必須要去說 因為上次開激押停的時候 因為有限制月券的關係 所以說當然我們這個院方 可以是因為檢方 他所提出的資料不足 然後就趕緊幫你吳寶請回 當然對北檢來說 是一個賞他一個很大的耳光 而且你激押的超過七十幾個小時 你難免讓大家 大家會有很多政治上的一個聯想 那為什麼七十幾個小時 還問不出金流 因為大家所鎖定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 剛好在國外 然後看到大家所鎖定說 完蛋了700萬 陳佩琪用ATM來區塊 金流破口了 那個其實對於支持柯文哲 或大家還在看的 這些藍營的人來說 這下阿伯真的有事情了 後來隔不到幾個小時發現 這完全就是一個誤傳 然後呢170萬 或到底多少錢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特別提到說 從這一個月來的劇本 那個劇本 從頭到尾 從這個政治獻金 到它這個每一個部分裡面 然後媒體24小時的 你看那些的名嘴 是怎麼樣來去彈柯文哲 放大解讀到一個 什麼樣的程度 有多少的議員 因為牽涉其中 然後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舞台 所以當昨天或是前天 大家說無保赤回的時候 你看整個劇本的一個 差出去之後 大家就開始在額外再去思考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說 我覺得台灣的民粹 說實在是還是蠻悲哀的 雖然我認為說無保赤回 不代表它未來是不是有罪 因為未來還有很多 萬一這個三個部分裡面 包括如果說這個 大家說的北檢 一定要提出抗告 不然它怎麼辦呢 你看高院怎麼裁定 三種目標 自圍裁定 駁回抗告 或是發回耕裁 那如果發回耕裁 大家認為是比例最高的 那如果是發回耕裁的話 勢必要換一個法官 那法官的結果 是不是還是如此 那這個未來的劇還有很多 我只能說這一次的北檢 因為證據不足 而被打了一個臉 然後民進黨又追加裡面 還有包括民嘴 不斷地在追加的時候 促使這一出戲 讓柯文哲目前來說 說實在的 也讓他一個多月來裡面的 一個低谷 因為是昨天的 這樣的一個劇情 反而讓整個的小草 包括民眾黨 應該還會有再次 回復聲望的一個機會 老師你去批評馬辦 我覺得他是有他的立場 第一個馬英九當然被 追殺 他現在還在二審當中 而且起訴書是沒有道理的 我在一審的時候我是證人 我到法院去把檢察官罵一頓 立行檢察官說 你這血是什麼東西 一點一點一點 他沒有反駁我 他就說為了起訴而起訴 我覺得馬辦都不是為這個 馬辦最 我覺得他們最怕說 藍白因此破裂 馬英九很怕藍白破裂 他說藍白要合 立法院才會過半 國民黨很尷尬 國民黨中央對這個事情 也不能講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事情在台北市議會的 三個調查柯文哲小組召集 都是國民黨的議員 所以他現在變成中央 在立法院是要合作的 在地方議會 議員是 因為他是議員他有職責監督 所以在議會是分開的 我幹我的事 中央幹你的事 所以就變成他有點尷尬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你們都沒有我的經驗 特政署傳我多少次 地檢署傳我多少次 你們有這個經驗嗎 對不對 他就是說基本上 本來檢察官對於當事人 有利或不利的證據都要考慮 但檢察官哪會考慮 對你有利的證據 考慮都沒有對你不利的證據 我要回應一句 我跟你講 就算你擔心藍白不合 也不是這種講法 就算你擔心的話 也不能這樣的類比 這個是做到麻辦的主任 這真的是不倫不類 那不管 我就告訴你 用意可能在這裡 基本上就是說 檢方自己看得出來 他先假定你有罪 然後去找資料 檢方本來就是 全市的檢察官 哪有不要給你入罪的 他就想要起訴你 美國的特別檢察官是不是這樣 你看韓國的檢察官是不是這樣 追殺的多厲害 對不對 就是追殺你 他認為他在代表正義 那也沒關係 但是你不能夠超過太多 就是你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 不過我們再看這個案子 就是說 你問我柯文哲有沒有圖利 你問我有沒有 我說有 圖利誰 小沈 怎麼沒有圖利 小沈拿兩百億 這不是圖利 他是圖利誰 當然是有後 至少柯政府有圖利 柯市府有圖利 好 我就用圖利罪辦你 大家都說是你指示的 而小沈得了兩百億 那你不是圖利是什麼 就是很簡單 你還有怎樣 公文 你蓋的章 然後他們都說是你指示的 然後柯文哲可以說我沒有 那就法庭辯論 但是基本上這些人講 都是你指示的 都是你受益的 都是你帶他開這個會 然後映小微陳情 這邊就開會 開會就給他過了 但是檢察官不以此為滿足 你知道嗎 像老沈講 因為圖利罪不好辦 很難定 我就算圖利的小沈又怎樣 我市長不能圖利老百姓嗎 所以他檢察官想要用 收賄罪來辦他 這就麻煩了 你要用收賄罪辦你就要有金流 那你沒有金流 柯文哲不常講 一毛錢都沒有這麼考慮 一毛錢都沒有這麼考慮 所以檢察官為什麼要從目可 檢察官一定想說 好 就算沒有一毛錢到你口袋裡 選舉他們會幫忙你 你選舉捐的錢是誰捐的 他就想從那邊下手 如果抓到一條不用多 五萬塊就好 你就慘了 因為對貪污來講管你什麼 五億五千五百萬五十萬 五萬也是一樣 高還多少錢 對不對判七連辦 十一萬 十一萬 所以基本上檢察官就一直想說 圖利罪不夠 我要行賄罪 才可以搞什麼一百七十萬 什麼七百萬 我當時一看到我就知道 檢察官輸了 為什麼 應小衛會有四千七百多萬 你市長只有七百萬 一百七十萬 一百七十萬 怎麼可能 他怎麼可能為了這個事給你變 我就說檢察官如果 檢察官想法不是這樣 他們就學法律 他認為說 我覺得剛剛我講的 七百萬一百七十萬 十七萬都是貪污 都是七年以上有去徒刑 我只要抓到一個 死了死了 這問題是檢察官的證據 法官是不認同 就是這樣子 續航就回來 沒錯 好 柯文哲因為吳寶請回 檢方說將抗告了 因為抗告是十天真的都可以 我本來以為警察官會久一點 短資料再收集起來一點 不是 現在放出消息 今天下班以前 檢方就要提抗告 不知道他的證據是什麼 他要怎麼抗告我不知道 所以柯文哲說 檢察官昨天沒看稿 理由是動用國家力量研究我 所以他有點擔心說 怕民進黨說有罪就有罪 那麼柯文哲說 動員研讀硬碟編故事 動員各種看電腦 裡面的資料去編故事 柯文哲為什麼會被吳寶請回 理由是說 他不是都委會的委會人員 所以他不知道你們開什麼會 我沒有去開會 你開什麼會 而且柯文哲沒有相關作業 還好他學醫 他學工程就慘了 他沒有相關作業 沒有相關專業 所以並不是明知違法而圖利 就算是圖利 他也不知道那是違法的 因為他是學醫的 學醫的你們學醫的 都只會搞醫生那麼所見 這個不成立 你知道嗎 不能以無知為無罪 我沒有跟你變成 我只跟你講法院的理由 家庭法官 為什麼讓他離開的原因 法院理由是這樣 因為他不是個專業 對不對 所以你們醫生這樣 印象就是說 每天只知道在那邊看病 什麼記憶都不懂 而且他不知道 他叫老省大一就已經 大一讀完 就考完了司法官高檢的考試 他厲害 他是IQ 如果你是他你就被有罪了 因為你就知道了 你就不是不知道了 誰叫你要讀這麼多書 我不會 所以讀太多書會不好 沒有答 檢察會說他犯罪嫌疑重大 法官說你說犯罪嫌疑重大 你證據沒有顯示他 犯罪嫌疑重大 所以沒有答犯罪嫌疑重大 那個彭震聲為什麼第一次放的 第二次就關起來 說他是上層關鍵角色 副市長 都委會的主席 而且涉貪污重罪 罪嫌重大 本案土力及賄賂金額極為龐大 土力金額龐大我們知道200億 賄賂金額 我沒看到彭震聲抓到在哪裡 沒有 沒有 沒看到 在哪裡不知道 意思是說他的賄賂金額很大 賄賂金額很大 我看到好多戰手 但是告訴我們 到底他收了多少紅包 而且懷疑他的共犯畏罪潛逃 就是那個都委會的執行秘書 有篡證可能 所以他的律師今天要申請刊告 所以那就回來了 主席 這段我要查一下 這一段就是彭政生之所以要押 而科幣所以不用押的文字描寫 完全一樣 就說案子很大 金錢很大 這個你是在上位 所以你有嫌疑 你如果把彭政生跟柯文哲的名字對調 然後這個句子不改 都通的 你知道嗎 所以法律這不是科學 非常嚴重的 要說話就說話 這個自由行政軟車一通 空間實在太大 好不好 所以他們學自然科學 都看不起不學自然科學 好 那麼是不是羈押柯文哲 就是如果說抗告發回耕財的話 法官不會是這個朱家儀 所以朱家儀是很老手 是很有經驗的 有五個法官 但是不會是朱家儀要換人 他必須要迴避 另外抗告如果有理由 自圍財定但是很少 奇怪了 高等法官都不自己財 發回 撤銷員財定發回耕財 然後重開家庭 如果沒有理由就駁回 沒有理由 不用再來講了 柯文哲現在說他都不知道 不知道 檢察官功課沒做好 被媒體這樣認為 因為你媒體 檢察官如果你功課做好 他說他不知道 我告訴你 他知道 他怎麼不知道 檢察官好像他不知道 就過關了 所以檢察官功課沒有做好 另外檢察官要小心 如果你這次抗告再失敗 會政治反撲 各位聲音更大了 你看兩個法官 至少高院法官 或是發回剛才六院法官 都說我沒事 所以你們顯然檢察官 也是政治迫害檢察一體 從賴清德到行政院長 到法務部長 到檢察總長 到地方檢察長 一路下來 通通是一體的 委案 剛剛康哥主持人 已經跟大家講 這次的關鍵了 我先跟大家做一個 非常基礎的說明就是 無罪推定跟無罪確定 還有吳保錦的三件事情 完全不一樣 中華民國是無罪推定 即使鄭文燦他三次後來被押 現在起訴了也放回了 他的案子還沒有確定有罪 所以他仍在無罪推定 即使是鄭文燦 即使是其他包含的高鴻安 林依錦 都不能說他是個有罪的人 這叫無罪推定 柯文哲也是 柯文哲那一天的紀阿廷 被吳保請回 是因為檢察官所提出的 貪污制罪條例的第六條 他的所謂限制性的要件 叫做明知違背法律的這一條 被紀阿廷的法官 也就是朱嘉義給駁回了 他庭上認為說 這個被偵察人柯文哲 他並沒有明知違背法律 他說他不知道金華城的案子 後來提到840 所以這個點沒有滿足 既然沒有滿足 你又沒有找到金流 剛剛有一點誰大腦在講 我跟大家報告簡短講 我覺得我跟大家 有一點看法不一樣就是說 台北地政署跟連政署 應該從頭到尾都認為 涉嫌涂利的罪嫌非常重大 因為基本上就是讓金華城他獲利 可是如果有金流的話 觀眾朋友這個是貪污支援條例第六條 這是五年以上的圖利 不用金流 就明知違背法律 你讓對方獲利 你就是五年以上了 可是如果是第五條的話 那就是七年以上有收賄 或者是第四條 十年以上更重 所以台北地政署希望找到金流 如果找到的話 那就不是五年的圖利 而是收賄了 可是那也不知道有沒有 他可能懷疑 柯文哲家裡面有 搜了四個多小時 搜不到任何東西 顯然沒有現金 然後金流說怎麼是ATM存錢 你也不能證明那個是匯款 所以這兩個都監禁不起來的時候 那怎麼辦 辦了這麼久了 那就進到積壓庭 我們要申請積壓 因為這個人涉嫌第六條 回過來的圖利 結果被柯文哲跟他的律師 狠狠打了一槍就是 我又不知情 你怎麼可以講我名字違法 所以他才無法請回 這個法官是這個見解 下一個法官 如果高等法院發揮了根裁的話 他或許是另外一個見解 北檢可能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同樣的邏輯再去講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柯文哲他在 今天是禮拜二 昨天凌晨2點半 不出台北地方法院的時候 因為北院的新聞稿寫得非常清楚 他認為這件事情 20%容易講義是 客觀上面卻有違法 認為是有違法的 可是柯文哲並沒有滿足 我剛剛所講的 貪污罪議條例第六條裡面 所講到的 明知違法 所以重點在於 你不知道違法這件事情 基本上我覺得是說得過去 因為市長尊重專業 可是柯文哲我覺得 他有點講太過了 他不是不知道違法而已 他是不知道這件事 他說我到了今年3月才第一次 他寫得很清楚 而且他的講法我去對的是一模一樣 他是不是唸稿 他在北院門口講說 我到了今年3月有沒有 今年3 4月媒體開始鬧這件事情 我才請注意聽 我講得很清楚 這是柯文哲的PO 我們不能夠幫他篡改 我才第一次知道 這個案子的容積率是840% 這個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會不會講太過了 或許是 但我們不能推測 我要跟大家講 身為一個台北市長 都委會做成的決議 我尊重他840 我覺得840可以嗎 以前升560的時候 就已經害怕是徒利 840當然覺得 可是既然你是專業 我尊重你 我覺得市長不知情沒干預 OK的 但你說市長不知道 不知內容 這個我能連結 因為我沒有參與 可是現在已經到了2024年3月 對 已經連總統都選完了 他自己當市長實習 一個重大的案子 從以前的392到560到840 不斷的這個便當會 他都不知道他要提到840 這個基本上會不會挑戰 說不定北檢後來的 第二次的生涯體 就要去講這個 北檢現在一定 我若是北檢 我提的一定是當時 苗伯雅他們議員的直選 打選 而且不是苗伯雅 當時很多議員在提出來 然後當時的報紙有一些報導 我把這個提出來 我說他怎麼不知道 他知道啊 他就把公文他的這個 這個有沒有批示提出來 好吧 檢察官抗告怎麼抗告 我們看一下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 在激烈的4小時 積壓停這場戰輸了 伸壓柯文哲失敗 法官裁定無包請回 現在恐怕從檢變工房 演變成怨檢鬥法 今天柯文哲的案件 檢方這邊會提出抗告 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明確的指出 柯文哲在金華城的案件上 有沒有對價金流關係 來補強證據事實 說服法官才有可能抗告成功 至於抗告流程 檢方寫好抗告書 高等法院受案後 法官會以書面方式審酌 如果認為沒有理由就會駁回 但若有理由就會撤銷原本裁定 發回跟裁 北院就得再召開積壓停 而就在檢方提出抗告前 一早國民黨北市議員鍾小平 就現身北檢說要來找檢察官 提供請資 說了就是 日前有北市議員爆料 柯文哲在五月以現金4300萬元 購入中正區近南大樓商辦 鍾小平說邀請檢方釐清 這跟微青集團有沒有關係 而另一名在押的被告 前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律師團漏夜趕寫抗告書 最快可能下午就會送進到北院 如今在押的被告們 以及北檢都要提出抗告 若抗告成功 柯文哲恐怕又要頻繁的進出法院 好吧 那因為彭震生不是那天吐嗎 那怎麼回事 那蘇一豐醫師是說 他說因為地檢署三天 都這樣壓著他問 只給他吃甜麵包跟果汁 對 他沒有吃到 因為我們去有時候半天 他就給你吃一頓也就算了 中午有時候會給你便當 晚上的時候可能就給麵包什麼 就隨便吃吃 但因為你是去半天一天就算了 他說時間久了 如果身體本身又年紀比較大等等 所以就變成低血納 低血納如果又有糖尿病 就會出人命的 所以這點是給地檢署 就是說如果你們要人久一點了 可能至少從人道角度看 該給他吃還是給他吃 謝謝 抱歉 因為我話多浪費了你們的時間 這一天 這兩天 蘇一豐以外 也有其他他的醫生 在這個低血納症上面做文章 我不同意 你曉得我們如果三天 這個納離子吃得不夠多 就鹽巴吃得不夠多 也不會嚴重到讓你的血納低到 吐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兩個腎臟太厲害了 如果你這段期間 沒有納離子的進食太少的話 第一件事情他做的是什麼 小便濾過的納離子通通回收 太厲害了 真的回收到什麼 你拿那個小便去驗 根本沒有納離子通通回收 所以你要納離子要低 低到多少 低到110多 才會漸漸意識有一點不清楚 然後會昏迷 絕對不會說是還清醒 然後就嘔吐 然後到了醫院抽一下血 然後吃一點東西 就又回來了 我沒有看過嚴重的低血納症 可以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猜 那個彭震生到了醫院 抽血的納離子 不會低於130 不低於130 絕對不會嘔吐 不會嘔吐就不會說 去了連住院都不要 低血納症是有多 不是低血納症是要住院的 你知道嗎 是當作重症要醫療的 所以這個診斷 你這是醫生 這不是你的靈異 你就不要亂講 好啦 他為什麼會吐 這我不懂 我在節目裡頭我已經講過 你上一次 除了酒醉以外 酒醉以外 你幾十看過成熟的男人 在你面前吐過 有沒有 你記得嗎 一個都沒有 我跟妳講 我又講 喝酒排除 我跟妳講 我們人 怕沒了 就要吐 是小孩 尤其是嬰兒 那第二個是女人 男人不吐的 我告訴你 這個男女有什麼差別 為什麼男人不吐 你知道我還沒有研究出來 但是男人不容易吐 跟男人不容易吐一樣是吧 男人 我不曉得 好不好 女人要抗議 男人照吐不吐 照吐不吐 休息一下 再回來 男人 蹼不吐